哈囉 大家好 我想很多人跟我一樣很好奇 疫情之後呢 我每天關在家裡 是不是家裡的花費真的變少了 因為都沒有花錢 真的是這樣子嗎 我非常的好奇 所以我就做了一個功課 然後有驚人的發現 整體的 我的那個花費的50% 沒有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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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開始想說 哇 哇 我發現啊 那個整體的花費啊 真假的 我就從5月15號 政府正式宣布三級警戒開始 然後往後就是到6月30號 就是一個計算的基準 然後從5月14號呢 往前推 也是一個半月 從4月1號開始 就是我可以比較這兩個一個半月之間的 我們花費的增減 那你們猜猜看 我們的花費 到底有沒有減少呢 還是有沒有增加呢 應該減少了吧 為什麼 因為現在沒有開車出去哪裡啊 然後山廳 因為之前是常常去一些山廳 現在是一些比較澎湃的食物啊 還有呢 因為外面有時候看到一個 不住的T恤去買啊 我也好久買衣服啊 這應該是偏少的 我其實一開始也覺得說在家裡有一個很大好處 就是可以減少很多花費 結果沒有 跟我想真的不一樣 我去看那個信用卡帳單啊 我就認真的歸類了一下 其實我們從疫情之後啊 我的信用卡帳單啊 其實變得非常單純 就是總歸就室內花費 一不用講超市嘛 因為超市就是你要買民生必需品 你要吃飯你一定要去超市嘛 它就佔了我們 就是我講疫情之後的 它就佔了我們整體的 我的那個花費的55% 喔 蠻多的 然後第二個呢 是外送 因為其實後來啊 我們也覺得說要多支持外面的餐廳 我們後來開始就是 也是開始有時候會點一些外面的東西 其實偶爾可以交換一下這樣子 然後這個花費佔了17% 17喔 17 對 因為超市已經佔了一半以上的費用 然後第三個費用呢 是 小朋友在家裡 真的快崩潰了 所以我們其實已經有想各種方法跟他們玩 但老實說因為我們家裡不是很大 也不是說有庭院 或什麼的 就是正常一般小家庭的房子 所以可以玩的東西真的有限 所以我們就還是沒有辦法只能網購 我之前那個上幾集的影片有介紹過 我們就開始網購一些東西 可以讓他們在家裡消耗時間 然後這個的花費大概佔了15% 然後剩下12%呢 一樣是網購 可是可能就是買一些生活必需品 就是我們可以網路上買比較方便 然後整個月呢 的花費整個應該是一個半月 就從5月15號到6月30號 我剛剛講這些的全部的花費 大概花了7萬3千元 7萬3千元是差不多45天嘛 一個半月 對 所以一個月大概是差不多48000 算OK吧 對 因為老公對金錢就沒有概念 沒有關係 所以聽起來我覺得也算合理 也就差不多待在家的一天花1500塊左右 其實對不對 差不多嘛 1500塊左右 對 然後 但是呢 我就對比我們前一個半月喔 前一個半月的花費 我發現啊 那個整體的花費啊 沒有減少 真的假的 沒有減少 沒有減少 自己講三次有沒有 你不用幫我repeat 沒有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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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 對了 而且增加了 增加了20% 真的假的 我一開始想說 哇 我自己很吃驚這個發現 因為你知道嗎 疫情前啊 除了我剛剛講的那四類之外呢 還有包括剛剛我老公講到 喔我們會去餐廳吃飯 而且其實我們 我們吃餐廳 我們當然是不會捲 就非常非常非常貴 但是其實我們也不會 我們比較不會省就是吃飯方面的花費 我們覺得說就是要吃的比較健康啊 吃的就是比較好一點這樣子 然後還有包括是我們會出去玩 然後因為大家知道吧 我老公生平第一次40歲買第一輛新車 然後為了孩子嘛 為了我 所以之前是每個週末一定會開車出去玩 所以是加油費啊 然後一些交通費這樣子 那還有一個 就是我們出去玩一定會有一些休閒娛樂 包括剛剛講的 我們可能有時候路上看到什麼 或者是一些入門票啊 就是一些東西 就是會這樣子隨時買這樣子 其實主要就是疫情前 主要它在多這三個分類 但是我沒有想到 其實之前的花費真的比較少耶 唯一沒有的是 那時候比較沒有在網購玩具 所以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疫情前一個半月 那時候我們也是會去超市 可是那時候的超市呢 只佔我們整體花費了29% 它其實也是最大宗的 然後第二個大宗的是 那個休閒娛樂 含一些shopping的費用 大概是19% 佔比 然後第三個分類呢 是餐廳 16% 然後第四個分類呢 也是外送 因為其實我們 你知道現在外送平台真的超級方便 那有時候我們在家 平常還是 因為我們工作性質比較不一樣 所以我們其實蠻常在家剪片 然後就是工作 所以我們那時候 所以我們那時候 欸不要搶我的鏡頭 不好意思 那時候其實 我們那時候也是蠻常叫外送 所以那時候外送的佔比 大概是15%左右 然後 呃 佔比比較低一點 就是我剛剛講的網購一些東西 大概是12% 然後那時候的一個半月 我們花費是6萬塊 所以平均一個月大概是4萬 所以相較我剛剛講的那個疫情後呢 它其實就是增加了20% 那你剛剛再仔細看 因為我剛剛還沒有講 它的絕對值 其實一看了就知道 我就跟大家分享 其實為什麼會 項目減少 但是為什麼就是 那個花費會增加呢 其實很快就可以抓出 問題點在哪裡 就是超市 超市增加了126%喔 我們之前啊 超市一個半月花費 是1萬7千元左右 然後後來疫情之後 變成4萬塊 所以是增加了126% 所以這件事告訴我們什麼 在家族沒有比較便宜 哈哈哈哈 因為其實 像是我們很喜歡吃魚嘛 然後我們出去的時候 老公很喜歡點一些烤魚啊 什麼之類的 其實我們有時候在外面吃一個烤魚 哇 三四百隻魚好像很貴有沒有 但其實沒有欸 就是你去買一條好的魚 真的 三四百塊是很正常的 而且你回家要自己料理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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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魚 比較小一點的 也是中兩百塊 七條 對沒有錯沒有錯 對 而且其實除了這一點之外呢 其實因為我們現在就是 也是有響應 就是全民防疫的概念 所以我們差不多 差不多三天左右 去一次超市嘛 所以我們一次是買很多 那其實 我們盡量就是 不要再去躲別的商店 所以其實超市其實可以買的東西 真的超多的 比如說除了我剛剛講的食物之外 因為每天待在家裡啊 所以鍋碗瓢盆也很需要啊 你會突然覺得說 每天都在洗碗 都買一些碗 然後還有就是 小朋友每天在家裡 我們會給他 一天有一次的那個延產時間 所以我們還會買一些小零食給他們 然後清潔用品 清潔用品 平常覺得沒什麼對不對 但是因為一整天都在家 所以我們現在兩三天就是要 清掃家裡一次 因為真的太容易 就是太容易變髒了 然後垃圾袋也不用講 因為你在家就是製造的垃圾就是越來越多 所以就是有的沒的啦 然後超市什麼就是 超市什麼都買得到啊 什麼洗面乳啊 然後什麼沐浴乳啊 因為每天在家嘛 然後有時候想說天氣很熱 所以多洗幾次找 對就是這些東西都 就是日常用品 其實花費就增加蠻多的 所以它主要是增加126% 然後第二個增加點在哪裡 外送 外送我們增加38% 我們也是有微幅成長 但是因為我們本來就是 就是算是蠻重度使用外送品牌的人 這樣子 然後還有最大最大還有一筆 最大的增加就是 網購玩具 因為我們之前其實 比較少會網購玩具 我們通常就是去看到 為什麼才會買嘛 然後也不會買那麼多 所以之前網購玩具是沒有的 就這幾個喔 因為超市真的是增加非常多 然後我有算過說 我們其實大概平均 三天去超市購買一次嘛 所以一次喔 我們去一次超市購買的平均值大概是 2600元 其實差不多 因為他每次回來就是 因為他都回來就是會給我那個發票嘛 老公去 然後我看就差不多 每次都是買兩千多塊 然後差不多吃三天就沒了 然後我覺得也很有趣就是說 我們其實網購玩具 這一個班員我們大概花了 其實數字也是有點金融 大概花了一萬一千塊 玩具喔 哇 大家可以留言一下 跟你分享一下 到底他們有沒有成家 之類的 然後我一開始想說 玩具我感覺也沒有買很多 但是因為你知道 一直陸陸續續在買 你可能就一千多 一千多這樣買 然後最後就 像我們的那個蕩鞦籤 之前介紹過 那個就一千三了嘛 然後還有一些有的沒的 一天很喜歡那個串竹竹那些的 就是五六百 五六百這樣買 哇我也買了一萬一千塊耶 所以 對 還好政府有那個紓困今天嘛 每個小朋友可以領一萬塊 那我不知道你們的花費 如果你們有跟我一樣啊 就是有空啊 可以把你們信用卡帳單拿出來 然後你們可以好好的算一算 你們大概知道說 哦 你們的花費是 就疫情前疫情後 差別在哪裡 然後我覺得其實 這是一點點的 一點點的增加啦 我覺得還可以接受 就是大家平安比較重要嗎 那大家可以跟我分享喔 然後看你們還想要聽什麼 然後還是說我們下次啊 可以開箱看看 我們到底超市買了什麼 為什麼一次可以買兩千六百元 其實聽起來也是有點驚人對不對 一家四口 然後兩個小朋友這樣子 哈囉下集見 歡迎留言 訂閱按讚 然後跟我分享你們的想法 掰掰 不要忘記我的書啊 喔對好忘記了 我再去嘗笑 拜託拜託 對老公的新書 7月7號開始預購 但大家看到這支影片的時候 應該已經正式上了 7月12號可以正式買到這本書 這本書花費他兩年多的時間 然後他每一篇文章啊 那一開始我先稍微幫他修正一下我的法 那當然出版社也有再幫他稍微論稿一下 但是全部都是他 一個字一個字寫的 真的 他就是會寫中文字 好久我覺得這本書大家看了之後會收益兩多 就是 養出快樂的孩子 比什麼都重要 無縫於孩子的分享教育 真的推薦給大家 然後如果大家這段期間不想出門呢 其實博客來啊 網路書店啊都可以買得到 謝謝老婆 下次見囉 掰掰